想要做演员 想要拍戏 但是不知道镜组拍戏的全部流程 这条视频告诉你 新人演员镜组拍戏的全部流程 还有注意事项 咱们就是说让你开心镜组 开心杀青 第一个 镜组必备 咱们镜组拍戏啊 确实需要带很多物品 但是以我拍戏多年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镜组必备的 就是辅助睡眠的东西了 因为演员的睡眠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一般刚镜组 我真的前两天是睡不着觉的 而且有时候镜组拍戏的过程中 会很焦虑 然后压力大的时候 也会容易睡不着觉 所以呢我经常带着剧组拍戏的 就是这一款睡眠手环了 它呢就是通过物理方式 减少脑部的压力 连上APP7听用眠计划 音乐故事呼吸训练 缓解焦虑情绪 放空心情 快速入睡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 它有五大健康监测功能 睡觉的同时 记录你睡眠时间身体的数据 深度分析你的身体状况 提供睡眠问题的科普和建议 提高睡眠质量 我真的太爱它了 第二个剧本唯独 我们一进组啊 演员和导演就要进行剧本唯独 但是你别小看着剧本唯独 弄不好 就算你进组了 也是会被直接换掉的 所以剧本唯独前几天呢 你一定要提前熟悉剧本 还有人物角色 你要充分的理解人物 因为剧本唯独的时候 导演会给你探讨人物角色 如果你一问三不知 导演就会觉得你真的不符合角色 然后把你换掉 第三个角色定装 开机前呢都会安排演员定装 就是会根据演员饰演的人物角色 进行角色试装 还有服装使穿 借降一定不能去更改 化妆老师给你化的装造 因为化妆老师给你做的装造 递下来之后 他是会给导演看的 然后拍下定装照之后呢 之后的拍戏的装 都是按照这组定装照来进行做的 如果你改动了 真的剧组很忌讳这种行为的 第四个开机 开机的时候呢都会有开机仪式 你除了不能迟到以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如果你不是男女主 一定不能抢C位的位置 剧导演安排你站在那里 你就站在那里 不要为了抢工头 去站在条演的位置 这样真的会惹人嫌 第五个拍戏过程 片场拍戏 一定要切记以下几点 第一 切记不能迟到 第二 不能到处打听 同组演员的片酬 第三 未经允许不可以偷拍主演 第四 主演的椅子不能坐 第五 懂礼貌 不管对谁 只要是工作人员 你都要懂礼貌 磕磕唧唧唧的 好啦 只要你记住这五点 进组拍戏 妥妥的能够让你顺利到杀星 希望宝子们进组顺利 拍戏顺利 还有不懂的留言哦